国际户外创作营 在这28年的历史当中 有170件的作品 散布在我们花莲的空间里面 因为这些艺术品的进入 给了市民更多在日常生活当中 与艺术接触的一个大好机会 我看了很多图片在花莲的城市 它是像一个图片 它是很浪费的 很棒的文化 很棒的文化 很棒的地图 也很棒的地图 也很棒的地图 我喜欢这里的地图 只要观察它 你会获得很多的印象 我们很幸运 我们可以旅行 我们只是一个图片的工具 然后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工作 做一些图片 做一些图片 我的生活是这样的 我旅行转过来的世界 做图片 这会让我自由 和我感到愉快的地图片 我感到愉快的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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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國非常不同的國家 但是在一百多年來 都會有很多美麗的形態 我喜歡這類企業 因為是一個機會 去找找其他人 去找找人 從其他國家 我喜歡找找人的連結 跟其他人的地方 作為我邀請人們給我寫一些訊息 為何是自然的自然 他們想考慮一點點 是永遠有趣的看見 歷史上的作品 在幾個步的製作 它開始從一朵朵 這朵朵每天 它會變得到它 在它的全力。 偶然是像一种花生, 那是生物, 从地上的生物, 慢慢慢慢变成了一种画像。 我认为这个历史的这个 symposium 应该是另一年 让我们的次世代 要有同样的机会 分享我们的经历, 两个角色。 这些艺术家将全世界各地的文化风土民情 他们对于美的造型的创造都带入到了我们花莲 民众可以亲眼看到这个石雕 怎么样在艺术家的巧手之下被创造出来 原来艺术的生产过程是如此的神奇 也如此的吸引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